他叫永伟丸志,因为日语丸志与丸子谐音,我们以后叫他丸子。 脸上挂着灿烂笑容的小姐姐,名叫赤明丽香,就是来接丸子的新同事。 丸子的新公司是做运动装备的,从今天起他将和丽香在公司营业部共事。 没想到一来,这个叫度编的同事就建议丸子不要和丽香走得太近,因为传言他和部里的课长有一腿。 大都会的工作生活都很忙碌,所以丽香也不例外,连吃饭的时候也在谈论着工作。 丸子一直担恋着李美,而李美却喜欢建一,但建一也不知道李美喜欢他,还因为经常撩妹被李美投来鄙夷的目光,还以为他很讨厌他。 同学会上,丸子本想跟老同学说说高中的去世,但是对方却非常起劲地给他推销起了保险。 每个月丸子只要付三万,到去世的时候就可以拿回七千万,说得好像好划算啊。 幸好不久丸子的女神李美来了,同学们都惊呼他这五年来都没什么变化。 看来除了丸子,当年也是有不少其他的追求者。 正聊得高兴时,建一也来了,竟然还带着丽香,这究竟什么情况? 原来建一在路上,不小心撞到了丽香,并打坏了他的仙人掌,很想赔钱给丽香重新买一盆。 同学会后,四人一起去了烫酒吧,建一遇到离他一个实验室的美女,又是一顿好妙。 回来的建一说到高中,他跟女生一起的时候,离美也是这种鄙视的目光,让他如芒在背,所以他还是干脆先离开吧。 丸子尴尬地追了出去,然后丽香接着跟离美谈了起来,顺便要了他的电话。 这两人的沟通方式要不要这么可爱,丸子以为电话是丽香的,打过去才发现是离美,只能硬着头皮约了对方。 只是没想到建一今天也主动来约离美,建一听丸子也约了他,那干脆今晚就三个人一起吧,三个人一起玩乐吃喝,就像是回到高中时代一样,聊了很多很多以前的趣事。 丸子收到丽香的求救,因为为公司今晚发布会送货的货车出了事故,需要丸子, 现在就去仓库拿备用的送过来,无奈只能先离开一趟,叫建一和离美到昨晚的酒吧等他。 像高中一样,离美在丸子离开后就沉默不语,于是感觉被讨厌的建一,正想像昨天一样先行离开。 但离美说,他怎么可能讨厌建一,如果能讨厌就好了,他只是觉得和建一不可能,想把他忘了。 建一和离美的这一幕被刚处理好事情的丸子和丽香,碰巧看见了。 虽然离美实际上还是不能够接受,觉得他们不合适而逃离了,但丸子还是像失恋一般。 而离香看着突然消沉的丸子,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离香说,他其实很羡慕他们三个,因为小时候经常转学的关系,又在十几岁的时候,去了国外生活了一段时间。 所以他现在身边没有一个老朋友,但他并没有感到寂寞。 每当感到寂寞的时候,他会像现在一样望着星空,因为和他一样寂寞的人也看着同一片星空,也就不寂寞了。 然后在回家前,两人依依不舍地互相打趣。 看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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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上班路上,丸子看见离香,为了避免尴尬,本想躲着他当没看见。 看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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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噥 看鸡 她觉得这是很正常 但丸子觉得她不过像往常一样玩而已 剑一则罕见认真地说 她对李美是认真的 心里非常在意的丸子 走着走着忍不住打给了李美 剑一猜到丽香应该很喜欢丸子 丽香也不掩饰 所以剑一在丸子回来前 就先行离开 本来以为丽香还挺成人之美的 但结果证明 丸子无奈 只能在丽香这个电灯套的陪同下 一起看了一场冰球比赛 看完之后 丸子很高兴 丽香好像终于懂事要先走了 但是李美主动邀请她一起去吃饭 席间 李美因为有事出去打了个电话 所以对丽香店灯泡行为不耐烦的丸子 没忍住说了她几句 并且不小心 把公司关于她和上司之间的留言说了出来 丽香倒也很坦荡 没有否认 这反倒令丸子更加惊讶 晚餐后 丸子向李美表白 李美表示很高兴她能这么说 但也并没有正面回答 本来有参考资料 原来一天就能完成的工作 但是正在气头上的丽香 借口自己也要用 导致要延长个两三天 没办法 丸子只能加班加点干 但丽香终究还是喜欢丸子 第二天早早就把资料整理好 等到丸子到了公司后 发现工作已经做好了 丸子很高兴 去仓库找到丽香 要请她吃饭表示感谢 李美电话里和建一 说了丸子向她表白的事 正犹豫建一和丸子之间 该做何选择的她 直到听见建一电话那一头 传来了女人的声音 这让她下定了决心 准备先下班 去餐厅定位的丸子 接到了李美的电话 随即留了张纸条 想告诉丽香 自己临时有事下次再约 但是丽香一看 已经到了约定时间 所以匆匆忙忙 没有看到桌上的纸条 而李美这时正和丸子谈起 高中时候自己被同学欺负 桌上被写了一堆骂她的话 但第二天发现 都被擦掉了 因为以前害羞 一直没感谢丸子 同时也想借此跟丸子表白 但尴尬的是 那些字并不是她擦掉的 而是建一 丸子纠结李美和建一之间 发生的那些事 所以拒绝了和李美的 进一步发展 而丽香因为没有看到丸子的留言 在雨中等了丸子四个多小时 只因为丸子说过 自己就算等成了铜像也会等她 而在酒吧闷闷不乐的丸子也不知道 直到公司的同事提醒 丽香竟然还在等她 丸子很愧疚 丽香虽然还是很高兴等到了丸子 但疲惫的她 也隐约知道丸子之所以迟到的原因 同时 像是对和丸子之间的可能 也失去了信心 积极乐观的丽香 可不会这么轻易就消沉了 所以 第二天就元气满满的复活 李美像是不甘心 再次约了丸子见面 丽香刚好遇见 李美谈到她和丸子间的事 她也不忘鼓励她们两个在一起 好像只要丸子能够开心 她就能感到满足一样 丸子跟李美说了自己拒绝的理由 还有剑衣对她的心意 或许真就如丸子所说的 她和剑衣之间心中都有彼此 但她始终无法接受 剑衣到处沾花惹草的作风 正苦恼着 剑衣的母亲给她打来电话 希望带她传话给剑衣 让剑衣回家一趟 看看生病的爸爸 剑衣因为敢论文 把电话献拔了 李美只能去剑衣家找到她 虽然剑衣很高兴她能来 但她有意无意地忽略 李美谈到家人的话 像是家里有什么 她不想再提起的往事 心里全是丸子的丽香 看到丸子再次为李美的事而消沉 也再次努力地用自己方式 去试图鼓励和安慰她 两人在酒吧又碰见了 在撩妹的剑衣 丽香总是有她的方式 可以让丸子暂时忘却心里的烦恼 随后丸子送丽香回家 丽香顺势邀请她上家里坐坐 但丸子可能怕丽香把她给吃了 直到她想起自己是个男的 拼图缺了最后一块 始终找不到 天色也不早 丽香陪丸子下楼拦出租回家 丽香这一脸灿烂的笑容 真的是为了丸子 好像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刚才自己行为的危险啊 第二天上班路上 丽香因为昨晚相处得很愉快 不管丸子身旁 还有个喜欢传摇的渡边 就再次邀请丸子下次去她家 建议可能是因为丸子跟她说了什么 找到李美 谈了自己之所以不回家的原因 并再次跟李美说了自己的心意 当着她的面烧了所有女的通讯录 也不知道她的这份专情 能坚持多久 但她和李美终究还是走到了一起 还不忘给丸子去了的电话 说已经按照她的意愿和李美在一起了 并发生了关系 听到这惊爆消息的丸子 情绪一时间难以自控 突然听到同事说 丽香和渡边起了冲突 杜边在公司说丸子和丽香的闲话 丸子透过客长知道 丽香是为了保护她的名誉 才和渡边起了冲突 随后她找到了丽香 为了安慰她 在她的要求下说喜欢她 她说即使是假装的也会很开心 并进一步发生了关系 丸子很明显 还没有完全放下李美 所以在和丽香发生关系后 表现得很拘谨 丽香很清楚她现在的心态 所以为了让她放轻松一点 丽香故意说她刚从小地方过来 不知道我们东京女孩 对这些事没那么看重 不用因为发生了关系 就想着要负什么责任 毫无疑问丸子这种 钢铁直男真的当真了 公司新推出一款网球鞋 需要尽快扑货到大型商场 而这次的推广任务 落在了丸子头上 尽管丸子诚意满满 但商场的主管 还是以货满为由拒绝 只是对方也没把话说死 说要是下次 把他们公司的赤鸣小姐叫来 他们还可以谈谈 辗转反侧的丸子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还是打点了丽香 但话到嘴边 还是收了回去 反而让丽香不要插手 只是就算他不说 丽香也知道丸子遇到什么困难 于是在丸子再次去找商场主管时 对方态度已经不一样 并邀请他到办公室 谈谈具体的合作事项 即便在李美面前烧了通讯录 但健一的风流 仿佛已经成为了习惯 也要课堂笔记的理由 邀请女生去他家 或者去对方的家 这天建议打算约丸子出来 以好朋友的名义 和李美三个人再聚一聚 丸子为避免太尴尬 找到了丽香 其实不知不觉 丸子无论在情感 还是工作问题方面 都越来越依赖丽香了 只是他自己还未察觉 而有丽香在 几人的气氛 也真的是轻松欢乐 丸子不但没得尴尬 也正如李美说的 只有丽香在 丸子他才有这样的活力 几人在吃饭时 健一宣布 下周他将和李美同居 李美正想解释什么 健一问丸子 和丽香发展到哪一步 丸子却连忙 跟丽香撇清了关系 虽然是丽香自己说过 让丸子不要太在意 他们之间发生的事 但真的听到他这么说 心里还是非常难受 李美的表现 也同样让健一不舒服 只因为 他对丸子的笑容 从未对他露出过 知道丸子还没有放下李美 所以丽香再次 有点负气地说 自己也是因为心烦 才会跟他上床 谈不上爱情 于是丸子也来得气 问他商场主管 忽然态度转变 是不是也因为丽香 跟他上了床 实际上商场主管能答应 一是丸子跑了很多趟 足够诚意 丽香虽也有帮他说话 但同时拒绝了他的邀约 因为丽香明确表示 现在满脑子都是他的意中人 丸子一回到公司便找丽香 但他已经去外地出差 要离开一个礼拜 丽香在身边的时候 他还没有察觉 而现在几天不见才发现 身边全都是他的影子 早上上班那灿烂的笑容 仓库里的小梯子 老地方酒吧的座位 还有每天临睡前的那一通电话 漫长的一周终于过去 这天他一大早便出发 希望早点见到丽香 但是面对丸子的问候 丽香却选择了无事 出差带的手信 也好像故意忽略了他的一份 想要单独找到丽香 说声欢迎他回来 也还是没有搭理 正感觉无计可施的丸子 发现了宫位下 丽香送给他的礼物 而此时此刻的丽香 其实也在等着丸子的电话 或许喜欢一个人 真的是藏不住 也忍不住的吧 虽然两人开始还是有点小便宜 但终究还是确认了关系 热恋期总是那么甜蜗 虽然丸子送他的项链 只是地摊货 但丽香也一样开心满足 丽香希望多一点了解丸子的过去 于是丸子把自己童年的老照片 拿出来与他分享 丽香充满兴致的听丸子说着 小时候一幕幕充满回忆的往事 听到丸子在老家小学毕业时 在学校柱子上刻有自己的名字 所以丽香也希望把名字刻在他名字旁边 看着满脸期待的丽香 丸子答应下次联休的时候 一定带他去 丽香已经待在丸子这里好几天没回家 想着回趟家看看 丸子故意表现得无所谓 但丽香真的出门了 他却马上追了出去 被蹲在门边的丽香发现 还不承认 说只是想去大澡堂洗个澡 随后两人就一起去了 偶尔一次大澡堂洗澡 还是很舒服 丸子提议下次一起去泡温泉 顺便可以约上健一和李美他们 丽香觉得都是丸子重要的朋友 也大方同意了丸子的想法 但他们发现健一和李美好像吵架了 情商极高的丽香拉开丸子 让他们单独谈谈 谈了不久 两人总算表示不计前嫌 随后四人就一起出发前往温泉之旅 随后在房间里跟李美承诺说 她现在心里真的只有她一个 她是认真的 而丽香丸子两人正在雪中互相打浪 仿佛一点都不觉得了 丽香说在梦中舞会里梦到丸子了 但是快要轮到和丸子跳舞的时候 她却消失了 随后一起跳着傻傻的舞步 两人都表示心里现在除了对方 谁都不想要 都想让时间就在此时此刻永远停留住 丽香恋爱的状态被同事一眼看穿 因为她只要在恋爱中就会更加努力地工作 而和丽香曾经也有过一段的课长 问丸子是否是她希望一直交往下去的对象 而丽香把每一次的恋爱都当作最后一次 包括之前和她那次也一样 所以丽香是一个一旦恋爱 就全情投入的人啊 建议表现还真的像她答应李美的一样 即使见到她曾经非常有兴趣的女生 也选择了无视 只是这样一来 反倒吸引了对方 好奇她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 做好了饭等建议回来的李美 被建议的不知道第几任前女友找上门 一贯遇到困难就会找丸子的她 往丸子家里打了电话 只是接电话的是丽香 所以只能借口明天是丸子生日 提前送个祝福 话应当落丸子回来了 可能因为丽香带的原因 没有具体谈什么就挂了 丽香看着满脸写着在意的丸子 虽然她说只是出于对朋友的关系 或许是想到建议对她的承诺 李美并没有说有人找上门的事 而是选择了信任 只是电视剧吗 就是这么巧 建一在图书馆可能出于习惯 忍不住想撩妹时 刚好又被来学校找建一的李美壮业 虽然从观众的角度知道 建一其实已经想到对李美的承诺后 即刻刹车了 但是李美也不想再听建一的解释了 再次在电话中约了丸子见面 希望能见面倾诉 他们见面的这一幕 也刚好被在为丸子生日做着准备的丽香看见 而丽香也选择了信任 没有去打扰 回家安心准备着等待丸子的回来 丸子虽然还是有点在意 但也表示丽香在家等她 要快点回去 只能失陪了 丸子回家后 丽香也没有多问 第七点亮了24根蜡烛 先为她庆祝了生日 丸子想为自己晚了回家 给丽香做个解释 于是编了个理由 说是因为重要客户突然有事找她 只是丸子实在是太不会说谎了 何况 她想隐瞒的是 还被丽香都看见了 丽香非常反感丸子的说谎行为 只因丽香 即使看见了他们碰面 也一样选择了信任她 后悔莫及的丸子 独自一人吃着丽香 为她准备的料理和蛋糕 第二天一早 丸子就在上班路上 拿着丽香昨晚留下的包包等她 丽香脸上挂着一如既往的笑容 丸子以为她已经不生气了 结果丽香告诉她不生气才怪呢 问丸子究竟知不知道 她已经是她的全部了 丸子道歉说 丽香也是她的全部啊 接着丽香要求她现在就大声地说 我爱你丽香 只是当着满街的人 丸子的性格怎么能办到呢 但丽香却非常坦荡的 大声把心中的爱意喊了出来 以至于全公司都知道 丸子和她正在谈恋爱了 所以丸子还怪不得她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丸子倒好 这么在乎他人的眼光 其实旁人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在乎你 又不是偷情 有这样面子的功夫 不如花多点力气 在真正在乎你的人身上吧 丽香把心中对丸子的不满 通过她独有的方式 全部喊出来之后 总算好了一点 并又调戏丸子说 其实昨晚自己是假哭的 能让她哭的只有芥末和电视剧 丸子的丸子脑袋 当然毫无疑问地又醒了 丽香美好气地表示 是真的才怪后 电话响起 原来是剑一电话里说 李美兰伟言住院了 气氛一时有点尴尬 倒是丽香先主动说 应该去探望一下 于是两人一同前往剑一的大学医院 剑一很贴心地全程陪同到现在 剑李美饿了准备去买点东西 因为忘了买点水果过来 丽香也跟着出去 留下了丸子和李美两人 丸子再次安慰李美 剑一现在就她一个 没有交其他女朋友 让她不要多想 剑一不愧是月女无数啊 在水果摊店 夸丽香真是个好女人 丸子这家伙太幸运了 开玩笑说 要不是丸子的话 丽香就是她的目标了 剑一说得对啊 但丸子的丸子脑袋 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 两人买好东西回来 看见了上次 引起李美不安的剑一同学 对方说是为了消除误会 刻意来看望 并且自己马上要结婚了 误会也就无从谈起 剑一也不知道真假 正烦恼着 怎么消除李美的不安 有着送上门的助攻 她也就不客气了 而剑一的悉心陪护 也再次让李美相信了她 心情大好的剑一 找到丸子喝酒 免不了谈了很多关于李美的事 丸子表示 她确实很喜欢李美这种性格的女孩 但现在剑一和她在一起了 那就是以前的事了 剑一旦开玩笑地说 她好像有点过于在乎李美了 是不是忘了自己还有女朋友 这么好的女人跟着她有点可惜了 剑一的话是否说中你的心声 说中的来给剑一刷一波666 因为最近和丸子闹点小矛盾 丽香都没和丸子住一起 看在丸子帮她说好话的份上 剑一主动地给她们当起了合适了 剑一丸子两人 从小学开始就认识 从小互相打架 也打过不下十次 原因全都是因为 剑一交女朋友的事 剑一坦言 自己实在也是很难做到 只喜欢一个人 但喜欢了那么多年的李美 现在终于选择和她在一起了 自己也会试着去改变吧 看这一脸不解的丽香 听她说她没法理解 因为她同一时间只能喜欢一个人 有丸子一个就够了 剑一调侃丸子可能跟她不一样 因为毕竟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丽香明白她的意思 知道丸子心里还是在一里美 虽然有点生气 但自己对丸子的爱 不会因为这样而改变 因为丸子是她 好不容易争取到的 只要她能对自己诚实 无论以后遇到谁 或是爱上了谁 都能够对自己坦白就可以了 美女同学是第一次主动约别人出来 和剑一谈到自己 不但被父母安排婚事 自己一直以来的人生 也是被安排好了 剑一想必也是有类似的经历 所以对她看似甘愿 接受安排的做法略感不满 所以闷闷不乐的她 一晚上没有少喝 但剑一一直很规矩 于是给她叫了出租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让剑一上车 顺便送她回家 剑一到了地方后 本以为今晚相安无事 但对方开出去后没多远 又下了车朝她走来 无用问阿四都知道 李美肯定又准备打给丸子了 而丸子这种明知道自己有女朋友 还不懂得拒绝的中央空调 也当然会应约出来见她了 可怜的立香 电话里留言 让丸子来一起喝酒唱歌 只是久久等不到她 立香也无心玩下去了 想着她可能工作太累回家了吧 我会让她看着她 对 留守时还在带着她 等我 我看你 素敵的理解 丸子 对 我看你 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直到欣赏了自己的可爱留言后 又听到了李美留给丸子那充满哀怨的留言 丽湘心中顿时升起一阵阵的不安 急匆匆的就想马上出去找丸子他们 发现男朋友瞒着你私下跟女同学约会 你会怎么选择 女主丽湘不但没有选择分手 仿佛只要心里有爱 就可以包容一切 虽然心里不舒服是一定的 但她这个时候内披着怒意的外表下 实际心里更多的还是希望丸子能挽留她 阻止她调派到洛杉矶 只是丸子也许是真的变了心 亦或者出于自卑 想到丽湘的爱对她来说过于沉重 所以她并没有主动地去面对 并和丽湘沟通这个问题 反而乐得跟李美在一起 能获得一时的轻松 所谓逃避可耻 但是却有效 直到丽湘忍不住 主动找她聊到调职的事 直白地说可以为了丸子放弃这次机会 只要她的一句话 只是两人的频道实在没有调到一起 一个爱到毫无保留 另一个则没有自信地 去做这种影响人生轨迹的重大决定 这是理智 是自卑 还是仅仅缺少了那么一点勇气呢 于是失望的丽湘 正是同一高层对她调职海外的决定 建议把丽湘希望丸子挽留她的心思 透露给她 无论她做何打算 都应该把话跟丽湘说清楚 所以丸子电话联系丽湘 晚上九点前见面聊 丽湘嘴上傲娇 心里则欢呼雀跃 想着丸子终于开窍了 她一定是不舍着她 打算阻止她调职吧 像每一次期待和丸子的见面一样 丽湘早早便到了约定的地点 丸子正要出门 李美再次掐准时间出现 寒暄了几句后 丸子表示已经约了人要走 但李美这次的攻势却不同以往 简单直接地要求丸子不要去 即便被拒绝也还是没有放弃 招架不住的丸子眼看时间已过 给自己找个借口 想必丽湘恐怕已经走了 干脆放弃 彻底沦陷 使乱中气 可怜的丽湘一个人在超时后 一样等了她两三个小时 这画面是不是很熟悉呢 接着导演提了一把 因为镜头换回丸子家后 伴随两人的轻声交谈 以为眼前的烟已经是事后烟了 这操作可以的 啥意思呢 渣 但又不是完全的渣吗 虽然心中还是有不甘 但大师所望的立香 心里已经决定离开这伤心之地了 无所谓分不分手 也不想去听这两个字 还有两周 只要离开就好了 因为她已经努力过了 她努力地想敲开丸子的心门 但是始终得不到她的回应 只是当丸子真的找到她 谈及他们之间的事情时 表面洒脱的她 见丸子始终无法开口 于是嘴上说 现在是她自己要把丸子甩了 但她那种全力以赴 又毫无保留的爱 真的是说放下就能够放下的吗 面对丸子要分手的话 即便她没有直接把那两个字说出口 她也不能接受 仿佛只要她不同意 他们就永远不会真的分开一样 丸子和李美谈及和丽香分手的事 即便丽香不愿意承认这件事 她明白 她也承认 她在这段感情里 是她更依赖对方 无论是事业还是感情 她都是更被照顾的那一个 所以她没有信心能给丽香幸福 没有信心和丽香在一起 是她自己不配 一日 上次告知丽香失踪了 并且调职的事也被她辞掉了 只跟后勤那边请假说 要休息一下 就不知所踪 于是丸子四处找寻 问过剑衣 去过丽香家 去过她经常去的地方 都一无所获 直到想起 丽香曾经心心念念的 想要丸子带她去她的家乡爱园 翻看着家乡的照片 思考丽香是否真的去了爱园的可能性 告诉李美 在她回来之后再给她答复 许久未回的家乡 既熟悉又陌生 从小看着她长大的老婆婆 转眼已经成为 人妻成为人母的老同学 还有充满回忆的 她所毕业的小学 和那打开时 这样作响的教室拉门 丸子拿着当时四个人 去温泉旅行的照片 四处去打听 有没有看过丽香这个 走路蹦蹦跳跳的 说话声音有点高的女孩 一圈下来 大家都表示没有见过 这让她怀疑 会不会是自己想多了 丽香其实根本就没有来过 丽香真的来过 而且真的把名字 刻在了自己的名字旁边 有伟丸志 曾经答应过赤名丽香的事 赤名丽香一直在意 且一直都记得 丸子在丽香的请求下 带她参观了她的家乡 这个她生于私掌于私的地方 丽香看着丸子一路上 所描述的家乡的那些人和事 仿佛也能让自己参与进来 她所经历的那些时光之中 丽香的爱是全部的爱 如果可以的话 她希望能爱这个人的昨天 今天 明天 如果不可以 她就把话留在 寄给这个人的明信片上 不畏道别也不畏道歉 因为她的爱 不会因为分开而改变 所以丽香最后 还是想再努力一次 告诉丸子 现在离她4点48分的列车 还有两个小时 在那之前 如果她想清楚的话 自己会在站台等她 两个小时 对决定一段感情的结果来说 不长也不短 要考虑的有很多 但丸子这次应该 也是真的鼓起了勇气吧 在约定时间之前 赶到了车站 只是这一次 丽香反而没有 向前几次的勇气了 因为通过车站工作人员得知 丽香在约定的时间之前 提前15分钟 坐了更早的一班列车走了 留下丸子借给她的手帕 为这一段旅途 给丸子做了正式的告别 列车上 和丸子的一幕幕过往 在丽香脑海里 如时光倒流般一条条的回放 故乡之旅的约定 希望陪伴她度过以后的每一个生日 在雪中两人深情的互诉爱意 第一次丸子对她有求必应的表白 和第一次两人的亲吻 因为约定 第一次在风雨中等了她好久好久的那一晚 第一次的依依不舍 和自己控制不住的告白 直到这一切 被小朋友地上的一颗爱缘的特产所打断 三年的时光眨眼已过 丸子的事业蒸蒸日上 上次看着现在自信成熟的丸子 想着如果是她现在才和丽香一起的话 应该就不会分开了吧 今天是建一结婚 这不惧结局最好的也是建一 受了丽香不轻易放弃的精神影响 在上次的结婚当天 想说服她跟自己走 虽然当时没有成功 对方后面也结了婚 甚至去了国外蜜月旅行 但去到当天 对方就抛下所有 回国找到建一 刚结婚就离婚 还和父母反目 亲自示范了什么叫爱的勇气 丽香调职海外后 不到半年便离了职 所以这几年里 一直没有她的消息 今天在茫茫人海中 再次见到丽香 还是这些年来的第一次 三年时间 大家都有了不小的改变 但丽香那留在心里的爱 始终都没有变 丽香没有透露她现在的工作 也不打算留下联系方式 像今天这样能偶然遇见 其实就挺好的 聊得差不多了 也该到了再次互相道别的时候了 两人面对着面 边后退 边道别的场景似曾相识 但这一次注定 也仅仅是似曾相识 东京爱情故事系列已经更完 好多人应该都是小时候看过这部剧 那时候的理解 跟现在相比 是不是又有了不一样感触呢 得知我幸 失之我命 人生静看是悲剧 或许我们都需要看得再长远一点吧 便每个人最终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